欸 你要好看一點的 還是使用一點的 你要你手上那一點的 NO 耶 思惠克髮廊 無鏽鋼鍋具 倒數換狗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邱映祥 全臉先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準爸爸 范姜彥峰在 范姜 你即將迎接你的第一個爸爸節 對 父親節 沒錯 心情覺得怎麼樣 其實到現在還是會覺得很緊張 因為是生女兒 你懂 總會擔心就是我女兒一定很漂亮 那他身邊一定很多蒼蠅 那 怎麼辦 你有兩個女兒 你應該懂我在講什麼 我 怎麼可能不擔心呢 對 那怎麼辦呢 上學之後呢 他就會跟班上同學都會很開心的合完在一起 然後呢就會有一些小男生呢 會默默的送一些小禮物給我女兒 不單純 不單純 不會 還蠻單純的啦 所以他們拿回來之後呢 爸爸今天那個誰誰誰送我的禮物 就說拿來拿開看 嗯 這個爸爸不喜歡 請他拿回去 好嗎 主要還是說 交召我的女兒就是說 不要無緣無故去接受人家的禮物 這樣子 主要是這樣子 學會了 學會了 但重點還是要 禮物要送給爸爸 既然是爸爸節的話 那我們就來做爸爸節大餐 那我就來做一個香酥筆木魚 與酸甜醬 那我來一個 主機 義大利葡萄醋燒雙筍 聽起來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來做菜吧 香酥筆木魚 與酸甜醬 好 我們來做菜吧 爸爸節大餐 先把它切塊 沿著這個魚翅切塊 嗯 筆木魚是那個新手爸爸媽媽的好朋友 為什麼 因為啊它的魚翅很少 然後呢它的那個脂肪也沒有那麼的多 很適合做成那個baby food 就是很適合給它當副食品 一點點吃 對對對 大概四五個月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副食品 然後把它打成泥 要用炸的 所以這邊等一下還要再過三關 稍微再切一下 切得大概大小適中 我要切塊 把它放進去 然後放一點鹽巴 然後這個胡椒把它放進去 米酒 那我們的順序就是先放到這邊去 然後再裹到這裡來 等一下把它裹一下 過來 小朋友大一點點的話呢 帶他們一起做這些料 因為小朋友啊 他們到一定的年紀啊 就很喜歡幫忙 所以你一定要 找些事情給它做 給他們忙 對不然的話 它就會一直讓你覺得很忙 過三關了 第三關之後呢 再來就是要 油要下下去 準備囉 上去 然後目前呢 那個油鍋裡面的油溫呢 大概是150度左右 然後那個火 可能要幫我拍小一點點 再小一點 因為我油溫已經夠了 基本上呢 這個魚塊呢 大概要炸 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做 酸甜醬的部分了 把我的醬油放進去 酸膜放進去 蟲放進去 稍微的拌炒一下 那我就要放 番茄醬囉 放點水 醬油 然後呢 基本上呢 先放一半 然後稍微的拌一下 這時候還要再放一個醋 因為是酸甜的嘛 但我還要 需要一種 酸 就是要用檸檬 沒問題 這個部分我要請 泛漿來幫我 同時呢 它必須要用手把 檸檬汁擠出來 擠檸檬汁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 就大家通常不是擠檸檬的時候 就可能就這樣直接擠壓下去了嘛 但有一個方法是 你這些組織有沒有 你就先這樣擦一下一下 這時候你在壓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壓 我指定它只能徒手壓 它的寶寶出生了之後呢 我覺得它一定會一直抱在手上 除了練背力之外呢 碗力也是非常的重要 你再加一點點好了 我把太白粉加進去 稍微勾芡了一下下 這時候呢 米飯將幫我打的檸檬汁呢 跟醋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先把它加進去 給它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時候先關火 你可能會聞到那個比較濃厚的果香味 對 這就是為什麼要加醋之後再加檸檬 醋呢是觸動你味覺的 然後那個檸檬呢 是增加你在嗅覺上的一些味道 所以你跟吃起來都會有比較層次感 好 這樣我的酸甜醬應該就是已經完成了 剛剛已經準備好的這個甜椒 稍微過一下油 油溫應該已經夠了 它放下去之後呢 基本上呢 它就要過個有10秒就好了 欸 我把它立在上面就好了 洗鍋盛盤 然後過來 比目魚的肉真的非常的嫩 然後又好吃 再把香水放上去 把它放在旁邊 好 這樣它去沾著是不是 對 你可以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用沾著 一個是把它淋上去 所以我今天 我的這個香酥比目魚與酸甜醬 完成 腐肌義大利葡萄醋燒雙筍 有沒有看到這拳擊 對 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它 你就知道 剁拳擊的這個難度 跟功夫有多高 等一下我就來看你怎麼處理它 沒錯 你等一下要好好看 好 因為我要請人來幫幫 什麼 不是你喔 主廚教教我吧 不是主廚 主廚幫幫 一開始交給主廚 對 沒錯 如果在家裡要剁雞啊 真的不要輕易的嘗試 因為有時候你一剁不好 因為雞你再買就有沒有 對 但你的手可能就買不到 就買不到 所以非常的危險 對 去買剁好了就好 那通常我會先把這個 雞爪剁下來 好 這個屁股 然後背這裡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剁 真的在家裡做真的 有一點點難度啦 其實會剁雞其實是蠻療癒的啦 但抓住幾個重點就是 你找它的關節處 找關節處 對 你不要跟著它的骨頭去硬切它 你的刀子都會壞掉 比如說像這雞腿 我們就會找它的關節處 嚇到 對 然後就 其實 這樣一下就剁掉了 那我們這邊就 把它切成 一口大小 這樣我們在吃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樣子 雞就剁好了 真的就是 注意安全 對 謝謝福利主廚幫我們處理了這半隻雞 沒錯 福利主廚非常的信任 但是我對它非常沒有信心 而且因為你要當爸爸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維持這個爸爸的四肢健全 我們今天就先處理這半隻雞就好 不是那半隻喔 是已經剁好了 好不好 對對對 先把它煎一下 先開火 把它放一點油 它就這樣把它全部都放下去 把它一個一個夾過來喔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雞呢 是土雞 那土雞呢 在我們生活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食用家禽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全世界的豬跟牛加起來 都沒有雞多 甚至有人開玩笑說 即便是我要上土星 我也要帶著雞一起上去 可見雞的數量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接下來要切這個順子跟玉米筍 那我就來幫你顧它們囉 好 我們雞肉可能要煎到完全上色 所以可能要再一下 OK好 那我這邊的顏色已經OK了 那我稍微翻一下 那像這樣煮我們就可以 差不多可以下蒜頭 好 就可以 再加蒜頭 剩下 蒜 那我們先下筍子的部分 是因為它煮比較久 那像玉米筍的話可能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 對 先玉米筍的那個很快就可以走了 這個部分是蠔油 那我們大概炸一半的量就好了 黑糖 黑糖全下 好 稍微把它上個色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加一點水 好 欸 加水把它們稍微的都淹到平就好了 然後記得還是用大火喔 這不是你的菜嗎 為什麼好像都是火在做啊 好吧交給我 那OK好 交給我吧交給我吧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要讓它收汁 那可以稍微的去攪動它一下 有收乾咧 有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下這個烏醋 跟這個玉米筍 我們來一起執行這個等物 好 一樣要拌炒一下 然後放那個烏醋呢 讓它稍微在裡面 稍微再乾燒一下 這樣可以讓它把味道 然後吃到那個雞肉裡面去 然後同時呢 也讓玉米筍它們 可以稍微的上點色 所以我們大概玉米筍下去 煮個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這樣現在這樣就差不多可以 OK 然後黃果 然後我們就可以 喔 還有香油 香油下下去 直接把它裡面 喔 這樣子就可以來準備盛盤了 好 看起來很好吃耶 真的 好 最後再放下一點 直接就點綴 那你就完成了今天的這一道 土雞燉義大利葡萄醋燒雙筍 我們的副清潔大餐 完成 完成 我的香酥比木魚玉冠甜醬 加上我這個 土雞義大利葡萄醋燒雙筍 看起來就真的很好吃 哇 像如果你們大家看到這兩道菜 可能在做的過程 會比較有點複雜一點點 但是其實做出來之後呢 那個成就感是滿好的 真的 要祝飯醬第一個父親節快樂 真的 謝謝 我的第一個父親節 想要跟我們一起做這兩道菜嗎 所有的食材 你到全聯一次就可以全部都買得到 太方便了 真的 好嗎 那我要再跟飯醬討論一下 下次我們做什麼菜 OK 今天就要先跟大家說拜拜囉 拜拜 拜拜 想看全聯更多的影片 歡迎訂閱全聯YouTube頻道 PX Channel 並且開啟小鈴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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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全聯的消息喔